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形容过这个说法 枪手必死在枪下 这圈呢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圈 这个圈得画圆了 那想一想呢 徐明这件事情这圈有点画圆的味道 因为在当初出事情的时候 那王立军 薄熙来 徐明 这哥仨是大家是标着榜着的 那王立军和徐明呢 明明确确是给薄熙来 帮忙薄熙来的 那出事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这三个人是绑在一起的 在出事的过程中 三个人也是绑在一起的 如果谁也没想到 走到今天在十月四号这天 十二月四号这天 在中国的宪法日 新定的宪法日这天 那徐明从卫生间摔个跟头 就摔死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内容 但是几乎大家都在说 徐明这么死 死得太过分 死得太黑幕 那怎么过分 怎么黑幕 各说不一 我在今天的这个 在文章当中 突然看到一篇文章 是国内体育周刊 提到说 徐明对自己出狱之后 未来的生活 完全充满了希望 包括石德俱乐部 包括石德集团 都为徐明 量身打造了 他出狱之后 重新在一起 东风在这个东山在一起 做的准备 都完全做好了 那也就是说 徐明根本就没想过死 而在监狱的生活当中 据说徐明花了十万块钱 买了书 也就是他用了 在监狱的时间里面 也就是在真正在 完全的充实着自己 而他每天在监狱里面呢 据说还在坚持着跑步 也就是坚持锻炼身体 那来应对出狱之后的生活 那这些诸多现象都表明 没人知道 徐明那得过什么 这个有心脏病 有这个有那个 而且没人意识到说 徐明对未来完全是一种 失望或者疑惑的概念 那这里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黑幕 那徐明的死 到底是真的心肌梗塞 还是被人给心肌梗塞了 那这里面最大的蹊跷 我相信就在于 他死后之后即刻给火化 那不能服众 这个圈又往圆了化 那就提出一个最严肃的问题 徐明死 在这个时候死了 谁能获得最大的好处 要收听这期节目呢 请大家订阅时导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